韩国队出现16强 韩族联发放1.6亿奖励 网友,这算什么? 国足营越南就有600万 在昨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焦点赛中 韩国队2比1击败葡萄牙晋级16强 可以说这对于韩国球员和球迷来说 绝对是一件普天同庆的事 在这个时刻,韩国足协给球员发放奖金 根据韩媒体报道称 如今每个球员的奖金已经高达1.6亿韩元 如果接下来再创造奇迹的话 那么将会再追加2亿奖金 本次比赛韩国队2比1葡萄牙 0比0战品乌拉圭 2比3输给加纳 可以说这成绩表现得非常不错 几场比赛下来韩国队 球员奖金已经高达1.6亿韩国 折合成人民币就有86.5万元 除了韩国足协给出的奖金之外 东道主卡塔尔也给球队准备丰厚的奖金 晋级16强球队有1300万美金 如果8强的话 将会有1700万奖金 对于韩国足协的奖金 中国球迷也再次讽刺中国男足 直言1.6亿韩元算啥 某个球队赢越南就发600万 不得不说这真的很打脸